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是2024年3月18日 星期一 我已經回到公司了 我今早就剛剛下飛機 回家沖了個薪水 立即回公司開始工作 當然要錄片 我之前在飛機上錄了一段影片 講一講我是波爾多和巴黎的旅程 稍後剪好就會出 希望各位網友留意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疑英港人最近回流的情況 以及他們回流的幾大原因 我們立即開始 根據多份報章的報道 最近都開始有很多的疑英港人 選擇回流香港 都引起了網上的熱議 首先我和各位分析一下 他們回流的種種原因 其中一個香港人移民英國的原因 就是為了子女的教育 但是有香港的家長 發現去到英國 那些小朋友大部分都不用做功課 這樣就跟家長所想像中的教育 和學習環境 是有重大的出入 其實我覺得沒有功課都沒有問題 我都在外國讀過書 可能他們是小學會輕鬆些 但到中學就會追上來 多份功課 但是其實我想是因為香港 是習慣了很多功課 這樣的意思 那些家長就不習慣了 覺得沒有工作做得不行 學不學到東西 其實我想說每一個國家 特別是歐美國家 都有自己的學習制度 和教學的方法 所以那些家長就不用太緊張 我之前的影片都說過 就是說 口口聲聲話為了小朋友的教育 我又完全不同意了 首先 第一件事 事實勝於紅便 很多人已經回流香港了 第二 就是說 外國的月亮是否特別圓 我覺得絕對不是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 那些家長 已經說人口口聲聲話 為甚麼 小朋友教育 小朋友將來著想 根本是找藉口 第二大回流的原因 就是 生活最基本的經濟問題 即是找不到食 或者根本 收入實際太低了 其實近年 已經說人 是有兩大類別的 有一部分 就是一些中產 或者中高產人士 很多人都可能做主業人士 例如有很多教師 很多人做IT 很多人做會計師 等等 另外一種 就是根本沒甚麼錢 人家移民 他有移民 在那邊 但是 先說那些中產或中高產人士 他們對英國的幻想 可能太美好了 其實各路那邊 根本他們的專業資格 或者技能 是不被承認 或者用不回 所以他們就被迫 就要做一些比較基層的工作 和他們 可能大家足夠錢去 但是 說真的 錢會用完 坐食山崩 所以很多都會回流的 選擇 有見及此 我也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就是找出一些在英國 現時最缺人手的工種 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就是肉類切割員 第二就是長途貨車司機 第三清潔工人 第四是保母 以及第五類在華人超市工作 我想各位網友 在這五類工作都看到 其實全部都是比較基層的工種 以及都是一些比較 體力勞動的東西 以及一些吃力不討好的東西 也不需要高學力 高技術的東西 英國政府 為了補充這些 基層的平價勞工 就打香港人主義 叫香港人過去 變成可以補充這些 基層外勞的空缺 也是很成功的 我發覺很多香港人去那邊 都是做這些工 我覺得 實在是人離鄉自然 我經常說 是非常可悲的 第三個原因 就是不適應英國的生活 因為主要 其實英國 是一個比較陰沉的天氣 還有當然 語言也不適應 文化上不適應 吃東西也不適應 有很多問題 很多人去英國之前 是旅遊都沒有去過的 英國 就這樣貿貿然去去 就是懷著一個很好的理想 幻想 其實他們的幻想 最後就是破滅了 就是不適應 所以就回到香港了 大家都知道 英國大部分時間 都是又濕又冷的 電費又貴 是不是 很多人 而英國人 就說 用一個最原始的方法取暖 就是燒柴取暖 但是 我上網上 做一些資料收入的時候 就發現 其實買柴都不便宜 買兩包柴都要吃一百元港幣 你不要說真的燒銀子 而且燒柴我覺得不太健康 而且環境污染也會嚴重一些 而且我覺得會很容易有火警 我覺得有點搞笑 要做一個比較原始的取暖方法 以下下來 我就會講一講 一些網友的意見 以及我自己的意見 其實 很多現在二英的港人回流 都是去了一至三年左右 根本去到英國 只是一個比較長的walking holiday 就好像一個體驗生活一樣 然後 又不適應 原來這樣 然後 膽盡量絕 覺得不行了 就回香港 這樣說 其實都挺可悲的 我覺得 如果他們回來 是真的為香港好 說好中國故事 香港故事 是真心貢獻香港的 為香港的繁榮穩定 出一分力 我覺得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想回來 香港衰 或者根本沒有歸實感 那就不要回來了 那就是我覺得 我勸這些二英港人 還有最後 我想說說 我經常勸一些 想移民英國的朋友 你移民之前 英國去英國 看看 看看不同的城市 覺得是否適應 可能住兩個星期 這樣才行 第一 你知道是否適應 不會一過去 根本都完全是 你的幻想就會很快破滅 我看到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第二就是要想清楚自己的目的 究竟移民英國為甚麼 你不要說話 又說甚麼 為小朋友教育 那些 那些 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為甚麼 根本人家移民英國 你又移民英國 洋墳心太厲害了 香港人 那我其實覺得 是絕對好好的問題 是的 想清楚 麻煩大家 想移民英國的朋友 好了 今天跟大家說 香港 疑英港人 敗酒 回流香港的各種原因 和我的分析 就到這裏 各位網友有甚麼意見 寬不寬容他們回來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我都會再回應 如果各位網友 覺得我這條片 是講得好 講得有道理的話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 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至五 每天一片 和各位 講一下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一些軟性新聞 騙徒的最新手法 以及說 怎樣可以防止被騙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和大家講一下 甚麼是對 甚麼是錯 讓大家不會誤墮法網 我在這裏祝大家一個 愉快的一周 多謝大家 請問一下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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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